我為什麼會參加這次比賽 因為我真的還滿想紅的 然後喜歡創作 媽媽 我嗨妳 我一定會讓我保安給妳的 Oh yeah 不用說我只會故事軟想 不用多說我只會妄想 快樂樂樂樂讓我去領域 Oh yeah 我只希望能夠再能夠再次 陪著那個美的時光裡 期間到沒能過關 但是可以有加分題的表演 是不是先請這個 小胖老師一分都沒有給 我覺得現在的 其他自彈自唱的程度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要有一點了 而且妳並沒有特別讓我驚豔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妳的加分題 有特別的表現 好嗎 好 我們評審越來越難取 越不好意思 好 來 加分題 妳要表演的是 表演我的自創歌 自創歌 歌名叫做 《走到這裡》 《走到這裡》 好 掌聲歡迎她 謝謝 雖然我還沒承受 可是我知道特別多 愛你 愛我 差四分 差三分 最後兩分 還有一分 就當著 恭喜 過關 謝謝 謝謝 過關的原因我們看到了 這個動力組也給了三分 老師認為 我很喜歡她那個很清新的感覺 然後 不油膩 會覺得 好吃 對 什麼好吃 好聽 對啊 很舒服 很舒服的感覺 就感覺上可以 她就可以一把其他 雖然 剛剛就那個小胖老師覺得 不是那麼的突出 可是那個感覺就是 睡前聽的時候還蠻舒服的 也許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也許有這樣的市場 OK 那白星輝的直覺呢 你覺得她的表演給你的感覺 我覺得真的好舒服喔 從她一開始唱那個 找自己的時候 我覺得就有唱出她自己的感覺 不是就是在模仿人 我覺得 OK 但唯一比較不舒服的應該是Roger對不對 沒有給分 對不起 我沒有給分的原因 我是在負責造型這一塊 你給我的感覺是 你的聲音是聲音 你的人是人 就是你的聲音跟你的樣子 我沒有辦法把它連在一起 對不起 所以我沒有給分 很大的原因是在這個地方 好的 不過沒有關係 在這邊還是恭喜你 暫時的過關 恭喜你 謝謝 過關了 還蠻緊張的 就是因為真的很嚴格 現在馬上歡迎這位 二十四歲的蘇依莉帶來 我不會飛 掌聲歡迎她 謝謝 在三位參賽者過關後 她能再順利過關嗎 世上最嚴厲的批評 我聽起來壓力很大 並不是說不給你機會 而是其實你並沒有好好善用 你的機會 我覺得你不適合這個圈子 而且就真的不要再繼續往 往這樣發展 因為我覺得不管是聲音或外形 都沒有太大的特色 重機揭曉 第三階段合計四人 有三人過關 究竟誰能成為百萬巨星 我很喜歡表演 很喜歡唱歌 然後希望在底下支持我的朋友 可以看到我完美的演出 我不會飛 我不會飛但我慢慢的走 有點寂寞的我努力的過 需要時間回復傷口 快樂的事一定還會有 我不會飛但我渴望天空 有一點風但我並不想躲 總有一件給我時間 我會從思念裡自由 蘇伊玲沒能過關 但是可以感應加分題 妳準備的加分題是 舞蹈 好 來 掌聲鼓勵 加分題 小心 Oh my God 鼓手怎麼了 剩10秒鐘 剩10秒鐘 有沒有辦法拿到最後的5分呢 還差2分 時間到 還差1分 他才可以過關 這一點是不是要請盛峰老師來講評一下 是 看得出有舞蹈基礎 但是沒有一些技巧的表現 厲害啊 一選到是他的強項 你知道嗎 森汪老師其實是芭蕾最強對不對 是 不是 不是嗎 不是 我是New Jazz 對不起 好 那所以其實 老師覺得他是 這個舞蹈的動作 對 我覺得他既然有舞蹈基礎 應該要跳一些技巧動作會更好 OK 不過白欣惟一個很高分 因為我覺得他很有自信又很優雅 所以我覺得他做到女生該有的那種感覺 他就覺得說他自己是可以的 小玲老師一直沒給分是因為 其實我覺得就是 所有的平均分真的都蠻平均的 可是你知道嗎 就是還不錯 其實是一個蠻 蠻不知道怎麼繼續的一個問題 對 那個定位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要繼續加油好嗎 謝謝你的演出 謝謝 我不是很滿意 因為我太緊張了 接下來我們要歡迎 這一位呢 上次我記得圓圓老師 給他一個很奇怪的建議 說因為他的名字 所以他可以去選 游鴻鳴的歌來唱 來自台中的 游鴻鳴歌 他你上次沒有錯過那種話想 就很遺憾 不過圓老師的話 那就是我都有記住了 這一次我就來雪子 等著看吧 唱聲鼓勵 厲害喔 他完全沒有被我們的音樂打斷 繼續下去 這個遊戲口家 是 我其實找不到你真正的聲音的感動 你應該給我們一個特別的東西 就是說我唱歌是OK的 讓我們有一種期待 而且這應該是你的敗部復活 非常重要 你應該拿出你最重要的 最好的東西出來 可是我沒有等到 其實我覺得人有自信是很需要的 但是有自信的同時其實你是接受很多人的意見 然後去改變 而不是你一味的堅持說我這樣就是對的 對 要勇於去接受很多錯的 其實我們 我們以前並沒有那麼多人是告訴我們 是直接罵我們的 對 所以就是說 嗯 其實 並不是說不給你機會 而是其實你並沒有好好善用你的機會 想聽賈靜雯的講評嗎 可能會更狠喔 我覺得你不適合這個圈子耶 嗯 而且就真的不要再繼續往這樣發展 因為我覺得不管是聲音或外型都沒有太大的特色 那我可以聽一下那個 因為那個動力火車那個 我很喜歡 就是我可以聽他們講評嗎 喔小偉大我以為你要點唱了咧 好來動力主 給他們一點建議好了 我聽起來壓力很大 因為不管是哭腔還是聲音的厚度 感覺上都超過了一些 那個厚度非常厚 厚到 已經在哭了那個感覺 好的 在這邊不好意思要送你回家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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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嚴格的把關下 除了歌聲之外 技巧和情感掌握也是相當的重要 而接下來的這位參賽者雖未能過關 但在第一階段也獲得評審們很好的評價 他能在加分題過關嗎 所以是開始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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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妙 十秒 十秒兩分 下一分恭喜兩分